欢迎来到分享沙龙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雅刚给动物取名的起始 在春世纪二章十九到二十节 耶和华用途所造成的野地各样的走收 和空中各样的飞料都带到那人的面前 看他叫什么 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 那就是他的名字 今天要从希伯来原文和犹太更元来分享 为什么善地要亚当给这些动物取名字 为什么天使不给他们取名字 名字的重要性是什么 为什么亚当吃了筋骨之后 才帮女人取名 名字很重要 父母们为孩子们精心挑选名字 其一家经常绞尽脑汁 为他们的产品命名 当上帝在创始第六天 创造亚当之后 他给了他的第一个工作 就是为所有动物命名 个人的名字代表他的特殊使命和目的 名字是理解所有受造物的身份 目的和相互关联性的强大的工具 他们邀请人们对个人和神山使命 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命名行为被视为一种创造力 正如上帝命名创造一样 人的有能力透过语言来塑造现实 每个名字代表神山的不同的属性和层面 理解这些名字 可以带来更深刻的精神 洞察力和神圣的链接 任何认真为孩子选择名字的父母 都会意识到名字的重要性 人们的名字并不是巧合 也不是父母希望用这个名字 来称呼孩子而已 相反 神会祝福父母将智慧和知识 传授给父母的心中 以便他们能给孩子一个 反映他们灵魂本质的名字 为孩子选择名字时 应该小心谨慎 因为有时名字本身 就会产生好的或坏的影响 他们的评论 神圣计划通过赋予他的名字 传递给他 透过授权亚当为动物命名 上帝向他表明 他已经成为他们的统治者 他应该对他们施加影响 而不是让他们影响他 亚当能够感知创造 每种动物的精神的组成部分 并根据每种动物的精神结构 来命名他们 透过允许亚当为动物命名 上帝让他参与了持续的创造过程 强调了人类在世界上的重要性 在创世纪二端二世纪二世纪里面 每个创造物的名字都连接于它的生命的来源 希伯来文字母具有神神的力量 但以不同的形式组合在一起时 它们在所使用的地方赋予生命 因此所有受造物都直接受到其 希伯来文名称以及组成的字母的影响 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 这意味着人在创造中具有独特的作用 亚当为动物命名 象征了人类参与创造过程的能力 反映了它的神圣的属性 这种命名行为不仅是一项功能性的任务 更是代表了理解和定义创造本质的能力 命名行为可以与神圣的属性连接 每个名字都概括了人的精神本质和独特的品质 透过为动物命名 亚当运用了洞察力和智慧 反映了创造中的最高的神圣之行 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 亚当作为命名者的角色 凸显了人类与创造物之间的统一 透过命名亚当认识到所有生命形式的相互依赖 培养责任感和管理的意识 西伯埃文被认为是神圣的 每个字母和单字都具有重要的精神的力量 亚当为动物命名强调了语言和思想 在塑造现实方面的力量 他强调思想和意识如何影响世界 命名的能力是人类独有的潜力 是人类智慧超越天使的标志 这种潜力不仅反映了人的智力和精神能力 而且还要求承担使命 在米德拉斯中描述 射得将各种动物带到天使面前 并问他们他们叫什么名字 天使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然后圣灵将这些动物呈现给亚当 并问他他们叫什么名字 他指着每一个回答说 这是一头牛 这是一头驴子 亚当被描述为有智慧的 那么谁是智者 是一个看到未来的人 透过上帝的话语 智者会看到这个物质世界中的每一个实体 是如何透过上帝的言语 从超自然的源头产生的 这就是人与天使之间的区别 上帝必须让天使实际看到 亚当对受造之物的命名 让他们看到天堂与世界确实是可以相同的 这种结合的可能性超越了天使的理解范围 在他们被证明亚当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之前 他们甚至无法理解这样的想法 亚当没有给女人取名 所以他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抵抗诱惑 于是蛇就利用了这一点 为什么亚当在犯罪之后 决定给这个女人一个正确的名字呢 拉比解释 在犯罪之前 亚当被期望过着天使般的生活 没有善恶或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自己自主的亚当 没有意识到女人在他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 犯罪之后 亚当意识到 他必须过着充满问题的复杂生活 他意识到他要与他的妻子一起生活 他不仅是他快乐的来源 也是他所做的一切的朋友和伙伴 这样的女人就必须有一个名字 这就是为什么他给他取了名字 叫夏娃众生之母 敬请期待更多的分享 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家人 帮你读书 帮你成长 期待开启更多的奥秘 让我们一起从西伯来原文和犹太根源 学习陀拉 陀拉是神的教导 人生的指南 欢迎订阅分享 耍动受人给予一个祝福的赞美 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家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